记者叶永迁屏东报道,屏东市今天下午发生大雷雨,屏东海丰一家冷冻工厂疑似遭到雷击后起火燃烧,火势猛烈,消防局立即调派大批人员到场灌救,动用怪手等大型机具分离火场物品,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灌救,才将火势扑灭,索性无人伤亡。 这家冷冻工厂是有铁皮搭建的豆皮厂,位于海丰新开辟的外环道路旁,大约在今天下午3点18分发生火警,现场火势猛烈,并冒出浓浓塑胶味,闻到的附近居民都相当不舒服。 消防局获报后,立即调动了平一、平二、常治等消防分队到场抢救,下午5点左右将火势扑灭,期间还动用怪手将移动火场物品,扑灭残祸,索性火警未造成伤亡。 附近的居民说,屏东市下午发生大雷雨,大雷击后,仓库就起火了,疑似遭到雷击。 消防局则研判,应该不是雷击造成的,详细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鉴定。